因为疫情停办两年的国际关公文化节 今年终于复办 不过昨天晚上的关公巡城却天不作美 下起了滂沱大雨 即便如此依然交不息善信和民众的热情 大伙齐心合力抬起关公审教 随着武龙武师以及鼓声盛大巡牛 前来主持巡城典礼的行动党原任 五级免登国会议员方桂伦就形容 目前我国的政局不明朗 需要的正是官地这股政气 虽然下雨但是人们还是非常热情 我们有热情 关公在这些文化节 可以说是在整个社会上 带动一些好像一个正义的自身 我相信马来西亚就需要这样的一种正义自身 能够带动人民反省这个国家的 在政策方面能够给国民族 包括马来西亚 华人 印度人 赶达山人 这家统筑带来一个更公平特别的社会 对 关公寻宠昨晚七点从磁场街出发 一路走到阿罗街 途经敦霹雳路 富都路 铜扇路 苏丹街 以及敦礼孝市路的官地庙 然后再绕回磁场街 全程4甲4公里 从中国山西运来的官圣地军 今天会以驾计打携天宫官地庙 预计也会吸引大批上进前来膜拜 谢谢大家